我們要去豬肉湯飯街吃晚餐 因為我有台灣朋友來找我們玩 為什麼會帶行李箱 是因為他們帶了很多東西要給我 所以我要去裝 很久沒有這麼多朋友來找我 因為他們的飯店就帶細麵 所以想說第一餐就帶他們去福山一定要吃的 就是豬肉湯飯 豬肉湯飯 它的走廊蠻高級的耶 怎麼下面感覺是商務旅館 這邊感覺也是蠻高級的 欸很大耶 欸這還有浴缸耶 這浴室很美耶 很大耶 欸這個浴室非常好 這好大喔 這個浴室好像快要跟我們家一樣大 哇 真的好便宜耶 這個很好耶 欸它一樓完全看不出來是長菜 一樓我有點害怕 這個電池也非常大喔 這個房間不錯 好了豬肉湯飯街 來了 然後 大家應該都是去吃浦向豬肉湯飯 但是我之前就是介紹過最好吃的 就是蘇擁腿雞骨堡 所以呢 我就是帶我的朋友要來吃蘇擁腿雞骨堡 我就是帶我的朋友要來吃蘇擁腿雞骨堡 對 對啊 我也要加很多韭菜 然後我會加這個 加很多大蒜 然後蝦醬 我的麥克林 按摩 不確定 炸雞骨蛋 炸雞骨 你怎麼知道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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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吃蘇操 你不太吃了嗎 rill辣蝦 我很多進去吧 炸雞骨 炸雞骨 燈圾 我現在就是要來小開箱一下這次我台灣朋友來釜山玩 然後他們幫我帶了些什麼 先來介紹我最期待的 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饅頭 這個是福元浩的饅頭 因為台灣人是喜歡吃早餐嘛 然後早餐的選擇非常的多 但是韓國人其實是很少吃早餐的 所以如果說要在韓國吃早餐的話 沒有像台灣有早餐店這麼方便 所以呢基本上我在韓國吃早餐都是在家裡吃 就很想念台灣的這種傳統早餐 我會選福元浩他們家是因為他們家有那種 長溫就是這樣子帶裝的饅頭 他就是可以長溫放一陣子的 所以就他們帶過來也比較方便 然後我就是一收到就立刻放到冷凍庫去 冰起來 想念的時候慢慢的再把他們吃完 再來這一盒 這一盒是因為就是他們來的時候是中秋 中秋節前 就是異鄉台灣人到了中秋節 最想念的就是月餅嘛 就已經被我吃掉了三顆 就是這一次我朋友有幫我去買 這一家是玉珍星嗎 我其實也是第一次吃他們家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就是一包一包裝就是還蠻方便的 但就是在我朋友要來之前我妹呢他非常厲害 他們公司好像提前了很早訂了一家非常厲害的蛋黃書 然後他就請我朋友幫我帶過來 就是這個 雖然變成這樣是因為我已經把它就是分袋趕快放進冷凍 因為他們家就是有效期限比較短 這個呢雖然這樣看不出來 就看不出來它是什麼 但是它是不二房 它真的很難買 其實我妹在給我之前我也不知道不二房到底是什麼厲害的牌子 直到我收到了以後就上網看發現 哇它真的超難買的 除了蛋黃書以外它還有一個是 算是綠豆沙的酥 檸檬綠豆沙的那種口味我也還蠻喜歡的 就覺得還不錯吃 但如果說回台灣要我去排隊兩個小時買的話 我應該應該是不會去買啦 就是我不會為了這個去排隊兩個小時 這個呢原味奶茶 這個我之前去台灣就有搬回來 在這邊要喝手搖杯非常的貴 就是只有供茶可以選 我就是比較常在家裡泡奶茶來喝 那剛好我們家的喝完了 我就請我朋友幫我帶一下 高粱酒 高粱酒不是我自己要喝的 因為對我來說58度還是太濃了 我爸的家人他們還蠻喜歡喝 就是台灣的高粱酒他們覺得很香 所以我想說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回奶奶家 就帶去給就是爸爸他們喝 再來就是這個我最喜歡的餅乾齊多 就不用再多說了 因為韓國就是沒有賣齊斯口味 我也提到我就是最喜歡吃這個 所以我就是請我朋友幫我帶了 再來呢 有看到我後面這個床嗎 這一整套床包 本來也是我請我朋友幫我從台灣搬過來的 就很謝謝他 因為這一組的話是還蠻大一組的 因為它是包含了整個這個床包啊 跟這個背套 然後還有那個枕頭套 在韓國就找了很久 都沒有找到我很滿意的床包 因為床包的話 我非常喜歡這種色系 這個色系的話就是有一點 木質感文清風 我就覺得跟我們家的裝潢搭配還蠻好的 我就是呢把這個床包裝上了以後呢 我躺上去就會覺得好舒服喔 我就不想要離開床 因為它是天絲製成 加上它裡面有加那個膠原蛋白 所以膠原蛋白呢 會讓它的整個觸感會更滑潤 而且它的價格非常的划算 因為我在韓國看 要買到這樣等級的床包 就是一整組的話 最少都要七八千塊台幣以上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買不下去 所以就請我朋友 剛好他們有空間 請他們幫我帶過來 這個床包跟被子啊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透氣 你不會說蓋著被子蓋一蓋 就全身出汗很不透氣這樣 它不會就是非常的透氣 我訂的這個是加大款的 因為我們家的床墊比較厚一點 然後常常我買到的床包 都是不夠蓋下來的 我就覺得很煩惱 我買了加大款以後呢 它包下來了以後 也不會說這邊整個很崩 就是它還是可以鬆鬆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讚 就不會說每次在包那個床的時候 都要全身大汗 硬把它這樣扯下來包 就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包上去 那如果說對柏妮他們家的床包主 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資訊欄去點選購買連結喔 在優惠期間購買的話呢 可以享有折扣架 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看看 它裡面呢有非常多的款式跟顏色 你一定可以在上面就是找到 你自己喜歡的款 這邊呢 就是要搭手扶梯上去 超級大 哇 真的沒有人 太好了 它平常都超多人的 第一次看到這麼少人 因為我們很早 大概11點就來了 這邊有BOOGI的專賣店 BOOGI就是 釜山的吉祥物 就是那個海鷗 我是覺得它蠻可愛的 第一次看到吧檯這麼閒 哇 超空 感覺都很好吃耶 而且我們很早來 所以品項都還有很多 嗨大家 現在呢 人在銀島上的一個咖啡廳 這個咖啡廳呢 我之前就有介紹過 它就是 算是釜山最大的咖啡廳嗎 嗯 之前在IG上有說過 我有台灣的朋友要 來釜山找我玩 然後我就是 這幾天呢會當導遊 帶他們玩便釜山 大概四天 嗯 所以呢我就想說 拍這支影片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我有朋友來釜山的話 我會帶他們去哪一些我 精選的景點 今天的行程呢很簡單 這幾天釜山的天氣沒有很好 所以我想說 今天就是拍Shopping的清晨 我們主要Shopping的地方 會安排在南浦東那邊 因為南浦東可以逛的地方還蠻多的 然後又有樂天超市可以做最後的 什麼臨時的大採購 那我想說都來到南浦東了 就是帶他們去一個 比較特別的咖啡廳 所以我決定帶他們就是拉車到引導這裡 這邊的話從南浦東搭公車過來 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鐘 就有一小段距離 可是我覺得 因為這一家真的很特別 雖然天氣是有點可惜 但我覺得還是蠻值得來一下的 其實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平常我在釜山自己拍片的時候 我不會把行程拍得這麼滿 就是很鬆分很多天 但是因為朋友來他們難得來玩 我就很想要趕快把 就是好吃的跟好逛的 好看的都趕快介紹給他們 就是這樣 跟著丹丹導遊一起出發吧 來到南浦東逛街 來到南浦東逛街 這一排有很多品牌可以慢慢逛 這邊呢很多的品牌都有開一整棟的店 之前疫情的時候這一整排很多都是關門的 現在都開起來了 這好方便 可以直接退睡 這個太可愛了吧 我喜歡這個 湯姆與傑莉 超可愛的這個 好可愛唷 我想要買這個抱枕 這放在家裡超可愛的 這個燒酒杯 超可愛耶 他們的新人物 非常的可愛 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還有Lupi 這個好可愛 我喜歡這個這個這個是什麼 好可愛 我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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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吃 下午餐 要去吃 釜山必吃的 蕎麥冷麵 對 就是這家 卡亞米麵 這個也是釜山的 必吃之一 剛好現在不是用餐時間 所以沒什麼人 來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剪喔 不然是 會噎到 我都是剪兩次 因為我很怕被噎到 然後 加入這個 切末啊 唉唷 我好像加太多了 他已經剪過了 我還沒剪 怎麼樣 蘿蔔絲 蘿蔔絲 嗯 好多手機支架喔 而且都蠻可愛的耶 這個很可愛 很便宜耶 三千九而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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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堅果 這滿快的 這是觀光客必來行程 樂天超市 韓國的色香葡萄很便宜喔 這樣一大串是 紅蘿蔔蛋糕 然後這個是 季州抹茶 提拉尼酥 朋友要買的是這個 你要補酥菌還是低海藝 最近這個魚乾也有出很多不同的口味耶 是很好的下酒菜 我第一次看到耶 這感覺很好吃耶 我好想買喔 超大 吃過奶油炒馬麵嗎 奶油炒馬麵是乾的 然後它就是蠻好吃的 這個好吃嗎 你有吃過嗎 我朋友逛的地方跟我逛的完全不一樣 我就是逛一些很家常的東西 他們都在買那個 泡麵啊 零食 我也很喜歡的 ポカチ 你這帶的回去嗎 這很大包耶 我的信箱很空 可以可以 它裡面是那個像花生口味的乖乖 然後裡面有花生 這個啊 松露口味的蝦味鮮 蠻厲害嗎 其實我沒有吃夠 這個 這個我也很喜歡買 氣人果 現在很多禮盒是因為要中秋節了 你很有效率喔 對阿 因為我的腳有點 鬆了 我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做的 它很有名喔 好像有 大家買的都不一樣 戰鬥力 可以阿 好厲害喔 有沒有 我們來看看 什麼樣子 怎麼不一樣 還有自己的 當然 我也是 上一路 我也是 你們喜歡 我也是 非常緊張的 我本來看 不太多 我以前 這就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